母亲自帮母亲自做按摩 一种安静清醒的状态为宝宝进行按摩 在按摩前要营造轻松的氛围 柔和的灯光 温暖的室温 同时准备两至三条大毛巾 用来包裹住宝宝 或者垫在宝宝的身体下方 更重要的是要为宝宝选择一款 含有有机植物成分的 低刺激的婴儿按摩油 这样宝宝的按摩效果会更好 脸部按摩可以让宝宝看到熟悉的人 让他充分感受到安全感 并且舒缓他脸部肌肉的紧张 当你为宝宝进行按摩的时候呢 不需要用按摩油 用双手大拇指 轻轻地由里向外 辅助宝宝的额头 双手的手指指腹 轻轻地在宝宝面下两旁打圆圈 双手轻轻辅助宝宝的耳部外扩 再按摩至下巴 以上手法全部重复三至四次 胸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部位 有很多的器官和线体 所以父母在按摩的时候 用力要轻柔 切记用力过大 胸部按摩可以有效地提高 宝宝抵抗感冒及传染疾病的能力 从胸部中间辅助至胸两侧 画一个心形 此动作重复三至四次 腹部按摩可以起到调节婴儿 肠道系统的作用 并且协助它排气 及解决婴儿便秘问题 腹部呢 是宝宝身体最柔弱的地方 所以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并且呢要保持顺时针按摩 双手放在肚脐上方 双手手掌交替由上至下 进行辅助按摩 用手掌以顺时针方向 在宝宝的肚脐眼为中心画圆圈 双手交替进行 最后在宝宝腹部左边垂直按摩 用双手握住宝宝膝膝下 把宝宝的双腿推至腹部 心中数六下 再让宝宝双腿伸直放松下来 以上动作全部重复三至四次 腿部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并且使全身的血液流通 同时有助于腿部的发育 强化腿部的肌肉 提升运动能力 在按摩的时候呢 要保持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力感 一手握着宝宝脚踝 另一只手四指相并 由大腿内侧膝盖小腿缓缓按摩滑动而下 与另一只手相会 由大腿外侧膝盖小腿缓缓按摩滑动而下 两手交替进行 两手握住宝宝的小脚 用双手拇指的指腹 由脚跟向脚趾分推 分推的动作就像是车窗上的雨刷 一手握住宝宝的脚踝 另一只手以拇指和食指 来揉捏宝宝的每一个脚趾头 按摩整个脚背 双手的掌心夹住宝宝的大腿 由大腿根部搓揉至小腿 以上所有的动作重复三至四次 手臂按摩可以让宝宝拥有强壮而弹性的手臂 通过手部的按摩可以让宝宝自然地探索和学习周围的环境 手臂的按摩步骤基本与腿部的按摩一致 一手握着宝宝手腕 另一只手由夜窝前柄向手腕滑动 与另一只手相会 两手交替进行 用手指指腹按摩宝宝整个掌心 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按摩 腹处整个手背 由手腕处至手指处 双手掌心夹住宝宝的手臂 由夜窝处搓揉至手腕 以上动作全部重复三至四次 背部按摩可以增强宝宝的脊椎 并且活跃它的神经系统 还可以令宝宝背后的肌肉更有弹性 背部按摩的同时也要按摩宝宝的臀部 有助于塑造宝宝圆润的曲线 背部按摩的力度要保持轻柔而缓慢 将整个掌心置于宝宝的背上 按摩整个背部 从颈部开始到脊椎 再到臀部 再去大腿 小腿至脚踝 由颈部开始 往下背按滑而下 直到与脚踝相连的地方 双手的指腹 以旋推的方式 在宝宝的背部上画圆圈 以上所有手法重复三至四次 将圆圈越画越大时 慢慢将手变为扫视 和宝宝说再见 并轻轻告诉宝宝 按摩已经结束 婴儿按摩的技能让宝宝舒适放松 又可以促进其生长发育 因此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可以根据宝宝的喜好 还有他的身体状况 来调整按摩的步骤 以达到最佳的按摩效果 除了给宝宝做日常的按摩 父母还可为宝宝选择含有 天然有机成分 温和的沐浴露 润肤乳和润肤霜 能够更好呵护宝宝 能够更好呵护宝宝焦烂的肌肤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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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